字幕開啟前, 幫我按個訂閱和點個讚 今集我們做波羅奶黃芯包 所需要的材料有以下 首先是奶黃芯 然後倒成麵團 最後是菠蘿皮 先蒸熟2.5的鹹蛋黃 再壓碎鹹蛋黃 再放30克的母鹽牛油 攪拌均勻 再加26克糖 攪拌均勻 再加吉士粉7克 都一樣攪拌均勻 3克的奶 攪拌均勻 再加17克的煉奶 攪拌均勻 最後是4克的忌廉奶 攪拌均勻 然後把奶黃芯放入冰箱中 冷凍 菠蘿皮 先用53克的麵粉 再放23克的母鹽牛油 2克的豆奶 2克的豆奶 30克的糖 糖 糖一定要多 再加醋粉和水 攪拌均勻 再倒入碗中 再加5克的雞蛋黃 再加5克的雞蛋黃 加8克的茶匙 加1克的泡大粉 攪拌均勻 就可以拌勻 不斷拌勻 最後是菠蘿皮的麵團 成形 再放入冰箱中 先把麵粉放入水 做湯粽 攪拌均勻 再加熱 出現條紋 現在就可以做麵團了 準備高筋麵粉 再加6分1茶匙的鹽 23克糖 10克的母鹽牛油 一定要母鹽油 4克的吉士粉 2克的豆奶 加1克的吉士粉 4克的吉士粉 4克的植肉坑就好 加上剛才製作的湯粽 了解 一切了 我們就可以拌勻 用手擦粉 分次 分批地加蛋黃 液 因為一次加太多 麵團會濕 所以不可以一次加太多 不斷地壓麵團 壓去攪拌 最後麵團成型要攪拌10分鐘 攪拌了10分鐘,再壓5分鐘 等所有材料混在一起 再剩下1分鐘,讓它發酵 我們先分4份菠蘿皮 分好了,保鮮膜放在上面 再蓋上去,打壓它 壓一下後,用圓去攪拌 再用刀的背面刮菠蘿皮 放入冰箱,冷冷 現在把麵團分4份 用手揉一揉麵團 再用圓去攪拌 前後左邊邊攪拌,中間邊界要薄 再放奶鍋餡 然後攪拌麵團 接著攪拌麵團的邊 最後壓緊它的頭 放入微波爐 等它發酵50分鐘 漲了,再放菠蘿皮 再塗一塗蛋液 再放入預熱200度的烤箱 焗它120-10分鐘 波羅奶黃心包 已經做好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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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세稍後 回家